大家好 最近有坏友反映自己的发财树出现黄叶了 该怎么处理 那么发财树出现黄叶大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养护不当出现叶片发黄 那么第一个就是病害导致发财树叶片发黄 那么我们有何分辨 大家看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平时养护不当 导致发财树的叶片出现发黄 第一个就是由于我们浇水过多导致闷根 第二个就是施肥过多导致肥害 几乎都是这两个原因造成发财树的根系出问题 也要出现叶片发黄了 所以有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一定要减少浇水减少施肥 才能让它安全地度过夏季 如果是发财树的叶片出现一些斑点病斑 或者是发黑发烂 那么就是由于一些续菌感染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适当的大概一个月 给它喷湿一次防续菌的药 比如用带森猛心或者是多菌磷 按正确的比例对水 给它一个月喷湿一次叶片 包括根部 那么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如果大家觉得麻烦的话 不如就用这种赛夫鲜胺 因为这种赛夫鲜胺它也是一种杀菌药 我们只需要在盆土的表面撒上一些 就可以杀死土壤中的一些续菌 避免出现感染 那么发财树得了黄叶之后 我们的中间处理方法应该是直接把它修剪掉 因为这些叶片已经没有观赏价值 直接把它修剪掉之后 通过后期的养护 长一些新的枝条出来 可以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强壮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 为了减少浇水减少施肥 我们可以改用这种绿叶宝 因为这种绿叶宝它是一种叶面肥 它里面的各种味量元素也非常的丰富 包括蛋连颊还有其他都非常的丰富 我们只需要坚持15天或者是10天 给它喷尸一次发仔树的叶片 让它吸收养分 平时的话就可以拉长浇水的距离 还有不给它施肥 就能在夏季正常的生长 就不容易造成发仔树烂根黄叶 那么这就是在夏季 如何让发仔树安全度过夏季的一些养护计较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